大家好 欢迎来到Klagmo 今天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 俄国和中国挫上新版Swift协议 俄国和中国两个在欧亚大陆上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 终于尝试将自己从美元的压制中解放出来 今年9月10号 双方就成立一所独立于美国Swift支付体系的 银行间清算系统进行了对话 如果这一新的清算体系得以建立 那么对于俄国和中国来说 这将是一项保护自己国家经济强奥力的措施 如果华盛顿对不按自己意愿形式的国家 发起金融战争 俄国和中国经济自身便能进行抵御 9月10号 俄罗斯副总理英格施华罗 在北京和他的中国同行们 就建立国际银行间金融交易的清算体系 进行了会谈 如果接下来美国和欧盟继续进行制裁的话 这一新的清算体系 可能将会瓦解Swift银行间支付机制 会谈后 施华罗在北京表示 是的 我们共同探讨了这一构想 并达成了共识 俄国以此来回应 华盛顿愈演愈烈的金融宣战措施 欢迎收看本次栏目 栏目 剥离 电刀 试音量 精神